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觉得它是我们很多人内心深处的小魔鬼 把我们所有人内心深处的那个小魔鬼放出来了 所以它很值得去被爱 去被照顾 这一部戏我觉得在造型上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比如说前妻的那个发型 我就觉得自己还挺像小公主的 然后到了后期我换了一个国家 整个造型就像现在你们看到的这样 就年龄感就上来了 包括我们的衣服的那种颜色的厚重感 就会直接让我感觉到自己和前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这个头发刚开始梳的时候要两半小时 化妆老师要一直站着 梳妆老师也要一直站着 但是他们都会很认真 很用心吧我会觉得 我还觉得都还挺好看的 我刚开始跟简言还有子俊他们的一场感情戏 就是他们结婚我来大闹婚礼的一场戏 然后在那场戏中我突然间发现人悲伤到极致的状态 是你讲不清楚话的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 我觉得很值得看得起 包括我们的画面 质感 我们的美术也好 服装也好 造型 所有的方方面面 都会让我们觉得很用心 那更何况观众呢